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 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 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制能力 关于解放军发射的东风战术弹道导弹 是否飞越了台岛上空 就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从弹着区来看 基本上已经确认导弹飞越了台岛 但是台当局和台军为了顾及颜面 一直遮遮掩掩不肯承认 结果最终是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 确认解放军发射的东风系列战术弹道导弹中 有四枚直接飞越台北上空 横穿台湾岛后落入预定海域 日本防卫省表示自己 总共探测到九枚解放军发射的东风 系列战术弹道导弹 发射区域分别为中国浙江省 福建省和内陆地区 九枚导弹的飞行距离也各不相同 从55公里到700公里不等 参照日方的编号 可以发现编号5到编号9中 有一枚射程650公里的东风导弹 从浙江省发射的剩余四枚东风导弹 则直接飞越了台北横穿台岛 并且飞越台北上空的四枚东风导弹中 三枚飞了500公里 一枚飞了550公里 证明这四枚东风导弹 很可能是由同一个作战单位 在短时间内同时发射的 型号应该是东风15系列 不过 在关于解放军发射的东风系列导弹数量上 日本统计的数字比台方少 台军声称总共探测 11枚东风系列战术弹道导弹 甚至有部分国外军事媒体表示 解放军还发射了一枚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 所以日本方面应该是只探测到了其中的9枚 而不是解放军只发射了9枚 日本防卫省发布了这些消息后 马上就在台岛内掀起了巨大的讨论 因为台当局为了掩饰消息 表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在解放军东风导弹飞越台北横穿台岛时 不仅没有展现拦截意图 甚至连防空警报都没有了 有台网友直接表示 原来被蒙在鼓里的竟然是自己 自己一整天都以解放军式指老虎 结果最后发现自己被骗了 解放军根本就不是指老虎具备强大的实力 发现事情完全捂不住了之后 台军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进行狡辩 并且拿出了几个理由 台前海军舰长吕李施称 台当局没拉防空警报 是因为东风弹道导弹太高 超越了100公里的塔门线 不在台湾领空范围内 所以防空警报没响 台军事专家诗孝伟称 大陆的此次导弹 实弹演习绝对会通过台湾上空 而台当局没发射爱国者导弹拦接 一方面是因为爱国者导弹太贵 另一方面就算是发射了 也不见得能拦住 诗孝伟指出爱国者导弹很贵 一颗大陆东风15B导弹的造价 大概是爱国者导弹的三分之一 通常拦截一颗弹道导弹 要打两颗导弹上去 等于要花六倍的价格 而东风的弹道很高 爱国者飞弹不见得拦得到 所以干脆就让它过去吧 诗孝伟说道 他表示大陆是演习 导弹从上攻略过去 对台湾本岛不会有任何影响 诗孝伟还称 大陆东风导弹高度 大概超过100公里左右 因为距离很远 台湾人看不到导弹飞过去 而且东风导弹的目标区域 距离台湾本岛也有一段距离 最后 如果台军成功拦截了解放军 发射的东风系列战术弹道导弹 拦截弹和导弹残骸都会掉到岛内 砸到民房建筑什么的就不太好了 明眼人都看着出来 台军这明显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从央视公布的照片上来看 火箭军发射了不少东风15B战术弹道导弹 这是东风15系列的改进型号 除了改用最新的制导木块 将打击精度控制到米级以下 其弹头尾部还带有多面小型控制堕面 可以让东风15B在末端突防时进行机动变轨 纵然台军真的用爱国者三合天宫三型防空导弹进行拦截 也不见得能够拦得住 军事专家宋忠平指出 多型号导弹混合打击显然是为了提升导弹的突防能力 而同一型号的导弹多波次打击 则展现了火箭军的炮核攻击能力 东风17高超音速弹道本身就难以拦截 再加上东风11东风15B东风16 在混合打击的同时还有炮核攻击 即便台军拥有了以爱国者为代表的 美国防空反导系统 也不可能拦截我们的导弹打击 在4日的时刻发射训练任务圆满完成后 官方公布了此次演习东风15B和东风16弹道发射的画面 以及导弹精准命中台湾岛东部、北部以及南部海域三个演习区靶场的示意画面 在现场画面中与东风15B导弹一同出境的 是乡村公路、太阳能路灯、塑料大棚、一派田园风光非常接地气 军事专家宋忠平指出 这些发射背景画面展现出东风系列导弹出色的 无依托发射能力和机动发射能力 无依托发射能力使得我们的东风系列导弹 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能迅速起数发射 增加我军导弹打击的突然性 使我军的导弹发射更难被敌军发现和预测 压缩了敌方的反应时间 国防大学教授孟祥清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解读道 我们这次演习包括实弹火力试射 也是首次穿越台岛 而且是穿越了台湾的爱国者导弹密集部署的空域 同时是在美国 纽斯顿眼皮子底下精准打击目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军队已经解决了在远海远域 看得见打得准的问题 反映了我们武器装备性能大幅提升 东风16弹道导弹属于中进程弹道导弹 2015年才正式公开亮相 定位为战术战役集兵器 最大射程提升到1000公里左右 战斗部署重量达到了1.5吨 除了能够携带使用末端子母弹 高炮弹和钻地弹之外 还可以携带核弹头 属于核长兼备弹道导弹 因为射程足以覆盖冲绳一带 所以也被称为冲绳快递 为了保证火箭军东风系列导弹的成功发射 中国空军和中国海军展开了行动 根据央视的报道 中国空军出动了100多架战机 海军则出动了10余艘驱护舰 提前对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的弹灼区 进行扫海警示 需要注意的是 央视报道中的表述是 上百架而不是上百架次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容词 前者是出动的战机总数量 后者是出动的战机总频次 上百架战机 已经涉及到三到四个航空旅了 考虑到报道中 歼20隐身战斗机和歼16重型战斗机都出现了 所以这两款机型至少有一个旅出动 美媒1945发文表示 近一段局势极为紧张之际 美国的里根号航母 打击群前往亚太地区游业 一旦引起军事冲突 美国航母战斗群3000公里外 也难逃东风导弹的打击 航母一旦沉没 美国无法承受 现在解放军拥有更远的航母打击能力 火箭军的东风26B导弹可以说是 美国航母最为忌惮的反舰导弹了 射程在3000到5000千米之间 即便是按照其最短3000千米的射程计算 就已经将一二岛链美军所有的大型军事基地全面覆盖了 包括关岛地区 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自然也不例外 此前中国就成功进行过东风26B反舰弹道导弹 打击南海地区移动目标舰船的试验 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让外界进一步地认识中国反舰弹道导弹的真实实力 目前专职的反舰弹道导弹 还是中国独有的装备 美国此前搞过类似的弹道导弹 但是研发的潘兴二弹道导弹 在末端因为黑帐的影响不得不减速到两到三马赫 才能够开机锁定目标 这就造成其打击能力大打折扣 小编认为只要东风26B发射 美国航母就难以逃脱被击沉的结局 而对于我们来说 正是由于解放军拥有一系列先进的反舰弹道导弹 和高超音速导弹 才能够确保解放军在台湾地区拥有相比美军的绝对优势 这也是美国航母舰队不敢在我们家门口挑衅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